那很不舒服 要不要把这个AD的优先机 给他稍微挺一挺 现在iBoy之后 就只能拿一个卡莎 卡莎在下个版本 都会进行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增强 这样他的被动伤害 不过这把的BP也就开始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蓝色方式是帅熊 红色方式2 红色方式2A 嗯 看一下 金克斯和男刀 只有被摁 之前在面对RA的时候 蓝色方啊 基本上金克斯女警 都给你搬了 然后二轮还要再加搬 所以我感觉前三楼 RA必须要早一点给小赵 去拿一下AD英雄 卡牌 在我们这次得杯上面 这种能够带节奏的重担 还是比较吃香的 是的 像卡牌加里奥 都基本上是班位上的常客 红色方还不能放女警 哎呦 没办法 这也是必须要承担的班位 那现在在外面能用的ADC 还有物费流色和进 很有可能是两边 一边各一个 Cube用的一把鳄鱼 也搬了 最后这一班 给到鳄飞流丝 好 外面搬了三个AD 帅爱雄先抢 我觉得Airball 应该是不想玩进的 嗯 他还是比较擅长 像卡莎 卡里斯塔 这种可以去受操作的英雄 造星 芒僧在外面 但还是要先选造星 芒僧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对 现在基本上 算是第一打野的级别 先把进抢回来 哎呦 我真的是不给活路 是的 静也给你抢了 好 考虑一下吧 那现在ADC也就只有TR的像霞 EZ 这种一种 霞之前也是出了一把出的穿透流的 金石那一套 带爱黎的 Zrive直接拿自己招牌的妖姬 Zrive这名选手也是原来IP的选手 就是LDL的一个战队 然后跟他们的打野原本来叫小杨 现在改名叫FA 他们是一个原本的冠军LDL的众业组合 是 两边都是确定了自己的众业组合 作为妖姬的counter角 拿下兵女没有问题 我还想要用弘的帘众丝 还要用弘的帘众丝 在洗手发 我将写杨继组合 这一帘挥出的帘众丢接 在走 白鸥的把握 静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在前期 是没有办法磨擦出 太多火花的 重点还是上路 两边的上单 都是各自队伍 最关键的一个单带点 中期的节奏 基本上就要看 他们的一个发育了 一类下路挂着玩就可以了 是的 两边教练也是友好之意 马上进入到这场对决 虽然说冰女 是妖机的一个康特决 但是妖机只要对线 不乱交W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太大威胁的 只要看前中期的好血 如果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话 就是这个李哥 打showmaker的那个 冰女打妖机 基本上一级 就可以把妖机 打出经验区 血量耗得很残 但是也有就是 妖机打得很好的时候 中后期的团战 会让你冰女很难受 所以冰女打团 基本上就把大招 留给妖机就好了 而且上路对线 也是很好看的 虽然都说武器 是比较康的青岗影 但是青岗影的拉扯能力 会更胜一筹 对 而且复系可以点 坚决系的解控 是 所以感觉这把两边的 上中野的对局 真是火药味十足 而且赵姓和盲增 都是前期可以做事的拉扬 是 看选手的线上状况 对 对线情况怎么样 才能决定两边打野 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也是俊佳 加入到RA的第三场比赛 这把两边打野 应该都是从下往上刷的 虽然是 都是一字长手证的站位 来说武器的演示 碾碎他们 这女带的余震 下路卡尔玛带的会心 也是继续加强自己打线能力 这样 其实RA加EZ 本来对线就弱 对方在补一个卡尔玛带会心 其实对线会很难受 是 而且RA虽然说 他前期对线打卡尔玛很难 但是卡尔玛之前也很脆 就如果如果到三级 有机会抬一步的话 配合上自己的点 还是有机会杀的 全军出击 先攻EZ 这是弗恩 先攻EZ的话 他这把是要压线的 因为如果不压线 对方一直站在兵线后面 EZ是很难碰到对方 卡尔玛这边还点了一个 好像水上行走 是 他也是为了想 多去支援一下 这个水上行走 点的还是蛮灵性的 可能这把 也是要多跑线了 一写绿 一边是中单 一边也是矛盾打野 一级上来 要击显A是电行 和要击再Q一下 换血半斤八两 但要击打冰女 待会是不能随便踩上去的呀 冰女之边带的是余阵 对 只能用Q1 不停的和你拉扯 然后二级应该也是要学1 推线上面确实推不过 上路这边开始消耗你 一则也是百剑三红出门 躺平了 毕竟他应该是大概猜到 对方近是四瓶红药的一个出门状 如果不把补给品带主 怎么和这边赖先 今天下路就赖着不走了 是的 上路抢二了 再往后稍微哨一哨 一波也是不投铁 把汉中路bubble了 能不能限制到 赖 回头练一套 这样换血其实巴宝不是很赚 嗯 但是妖姬的被动也被打出来了 净化水月的神圣 但是赖还有一瓶药的 是他有饼干 再磕一瓶药 那这样血量上面有优势了 想抢上半区 的一个视野过来想蹲一下 赖坡也是很灵性 没着急进去 因为盲森在刷红 对刚才冰女兽有一个W闪的空间 还好妖姬没有往前走啊 哎这波踩上来 回到原位 没有控住 呃差一点点 赖坡对于这个妖姬距离的把控啊 还是比较聪明的 那赵姓这里还挺伤的 因为盲森这自己的野区都算刷完了 而招新下半野区都没有刷 浪费了很多时间 是的 然后这个意图太明显了 嗯 你往左上边靠 感觉肯定是有人 而且你这个血量不回家 哎下路一开始 毕竟落实短手辅助嘛 确实是不好打的 很折磨 对落着在本地起来 才能够有机会去尝试抬一下 而且我觉得这个下路啊 就算抬到啊 其实也很难杀 是 伤害不太够 别耗着吗 后来抬 抬不到 第四发打出去之后 可以往后拉扯 有一个移速加成 今天呢 还有三平红要一点的光 而且赵姓也在下半区的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压 我上来敲一套 就把伊德悦尔的先攻 对线是很难触发的 可能打团的时候 如果想用自己的Q智能和大招去拉扯一下吧 嗯 赵姓点了一个碳焦果实 看到并没有看到对方人员的位置 但是知道对方下半区还没刷的 看这个血量是有点想动手我的意思啊 但是对方血量是满的 多就想反一下蛤蟆 嗯 把东路叫过来了 看到盲藤的位置 这波军加很危险 看一下 阿米爪过来 直接交闪现 军加也很远 很果断 但是落这个血量是有点低的 专注 哦 如果这个血量有点低了 啊没事 伊德悦尔的治疗还捏在手里吗 嗯 再一个RPO 接触滑彩 练到反手台 交一个闪现躲掉 但自己这个位置被追着A闪现 跟闪 这个位置最后第四发 低语也没A死这个辅助 给下路两边都交了四个招反式技能 但是进手上还有红药 还可以继续来线 但是你下个组合是不是得回家了 辅助得回了 你不知有 你自己还是可以利用自己什么特定的塔下持线 啊不要用 还有雷 你搞我一波蛤蟆我搞你一波 那其实造型还是少 这样整体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 小的一个落后 毕竟之前造型是来注入多那一波 而弄弹的段时间 盲森一直都是在闷头刷野 所以他的野怪的刷新速度是要比招新快乐 妖姬再卡一下兵线 中路上面是有现眼的 来了 过来两段踩 链子练的小兵 没有留住没办法 而且冰女还是有大招和闪现在手上 这里应该只是想打一波技能 下一波再来 而且看得出来挨的这个野斧的灵动啊 是非常的及时的 妖姬这个tp其实也没有好的机会用 就之前 他是在中路把冰女的状态给压低了 低出了冰女的tp 自己领先于tp 这个时候起 ra要利用这个tp差做点事情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这个tp 帮一帮下路 或者帮帮上路 因为下路确实很难受 上路嘛 就是cube自己打的还挺舒服的 倒也不用太管 下路的话 他们比较差一个比较不错的绕后眼 给妖姬踢才行 干 虽然下路压压得很多 但是补刀其实差不多的 我失去耐心了 那ez能平衡补刀的话 其实也能接受 妖姬其实自己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造型猛的来中路 而且他打冰女 其实真的是被抗着 就没有办法用模拟 注意注意的踩上去打伤害 嗯 没法换血 是 而且他自己还要小心 因为自己是tp 而不是进化 如果被 呃 冰女找个机会的话 自己就变成笑死 想反应组妖姬的蓝 这波妖姬没有 没有蓝的话就没法推线 但是看要不要接啊 这波其实有点想接 先进加逞掉这个蛤蟆 但是蓝是没了 过来练到赵姓 赵姓这个位置 才五截可能要被秒 过来 吃了个呼盾 靠点燃还是被秒掉了 赵姓 这个等级是个大锅呀 但后续二的天国过来 还没离物给自己 大锅往后拉 再给一个裙盾 赵姓必须要后撤了 远程开始下距 艾伯的血量很难 艾伯能撤走吗 好像撤不走了 有没有人挡枪 但这一枪空了 好在智云还在收掉 而最后一下平A也让 冰女收掉这个落的人头 是 刚第一时间 盲森倒六 那波太关键了 导致他们一开始 就拿到了一个人头 不过后续 跟他在追击战当中 卡尔玛在上进的 这个拉扯能力 是发挥着力力静置 而且刚才冰女为的流人 直接打不留闪也很漂亮 这波 对于打野来说很亏 但对于下路来说很赚 虽然从 其实这个下路的拉扯 就开始慢慢展示出来了 现在EZ 还是要等自己的摩切 做出来才行 现在还不是他的一个发力期 卡了个时间点 武器上路有限权 想先打下五线风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练到了五级的造型 没大招的 这里猫 真倒六 真的很关键 大招 穿堂葫芦 穿两个 对 一脚踢两个 但是这波 感觉追的是有些激进了 是 因为冰女 毕竟技能还捏在手上 而且卡马加上进 哇 这个拉扯努力 最后iboy 很痛苦 没人帮挡 逼你也是直接W闪去留人 很火断 最后一枪没中 但这就是滑踩中了 而刚才左下角 也是造型成功 拿到了 盲僧拿到了这个下路 先锋 我想来看树太熊 还比较想做事情 你在你的野区晃悠 如果这里还没有到达六级 没有大招的先手 然后自己这个兵线 也不敢吃了呀 直到打野 就在下路 虎虚担担 差不多塔皮被吃的好多 只能用大招刮下 分线 盲僧这个小五级 应该是要直接放上路了 让武器更肥一点 这把武器起来了 确实左边这个阵容 没什么人能够处理 是 展开 没拍到 我们开始下局 看能中几枪 啊 座长也不走位了 上路直接拿下 一雪塔 两边打野都在各自的半局给对上压力啊 不过盲僧这里因为我下午前锋 还是可以率先拿到一些塔的 帮又不帮练嘛 杀路这边本来打不过 嗯 这里 已经有好几分钟没有闻到经验了 哎呦 才67刀啊 是 一开始补刀是没有拉开的 就在三分钟前 两个都是一个50刀的一个呃情况 还不然很难受 这EZ这个发育 一会中期打团不一定能有声音了 看武器了 这一把 Triple上路对线队的挺好的 但他中期其实也不是一个马上能过来作战的英雄 他也是需要一定装备的补迹 武器其实并不是一个打团的英雄 他更多的还是 这把的任务还是要去和青钢引单带 嗯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马上打下过前锋 放在上午的一个原因嘛 希望自己的单带点更肥一些 武器如果要打团的话 最好还是要从侧翼去切入 这把镜也是很针对直接出铁板靴 也是主要都是ad平a的输出 所以这把有卡尔玛 其实有卡尔玛在的话 能给加盾能加移速 妖姬低身进来是可以 有机会拉掉的 而且妖姬也不敢随便进 因为他没有进化也没有水 他还是很忌惮冰女的 是的 iPhone是先把西兰刀做出来的 不讨出装其实还是比较复古的 嗯 西兰刀加上摩切 可以尽快的提升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嗯 这个塔不好守 对 刷个大招往后撤吧 绍兴一直都在下路晃了 那落也走掉了 但是想反包吗 这波眼上是看到对方人人来了 把盾给交了 那这波没有RE了 这里四个TP都在 两个TP落下来 对方也落TP也先抬 抬到卡码伤害不太够 绍兴直接给大招 武器又反身想走 被框住 但兵女进场直接框到对方的后排 把刀交给自己 但是伤害不太够了 但第四发低语直接收到对方落 还在往后拉扯 一个之后还定到对方武器 武器比较肉 但远程开始驾驹了 兄弟们帮我挡一下 一次长蛇阵挡住了 用不动摇 看双方做了一个一换一 上单换 但是平常转过来 再留着stripe 招一个闪现 然后再追马俊杂 Q到了 回头给了我口可血 但是侧边i5打不出输出啊 在侧一直尝试的去偷输出 但还是没有作用 刚才两边是四个TP全部都落下来了 但第一时间 就青岛里的那个大招 把自己带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导致和对方做了一个呼唤 但第一时间所有TP亮起的那一刹那 确实感觉 兄弟联盟 采集招展 是的 惊奇呐喊 兄弟们都来了 是而且在后续一个拉扯可以看到 因为冰女有她的一个被动存在 她可以召唤出对方尸体的一个冰封奴仆 再加上镜头卡马的拉扯 所以他们在后续一个TP战当中是更具优势的 嗯 但这波辅助换上单 其实肯定还是 这往辅助那边转一点 而且洛阵王还换到了近的一个闪现 近时闪现补了最后一下的伤害 嗯 近下有狂风了 对 我 包围做得很果断 第一时间给真眼 做TP 但因为所有伤害第一时间控制是给到的卡尔玛 也没杀掉 嗯 而且赵姓这个星瑞护卫 也是让自己第一时间生活下来 冰女的这个进场是彻底的阻断了后排 可以看到EZ和洛 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输出 竟闪现去收掉了 对方那个辅助 嗯 但是这个群盾啊 就是终结了对方想继续追击的一个欲望 而且近在这个位置架局就很不解 没有办法打断他 是的 俊佳上去先渴血 毁了一下血量之后再帮兄弟倒 转播下来 比风声大雨点小 双方的经济并没有拉开 还是带1000块钱 RA小领先 但是下一个霞虎先锋就要刷新了 这可能会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源争夺点 并且两边的中塔都是在的 险下到下一个霞虎先锋 只会可以率先去破对方的中路一塔 嗯 武器可能还想担待 嗯 武器现在不太想说正面跟兄弟们一起去打团 等我两三件吧 两边对于对方的TB时间基本都是新知著名的 同步的 对 看看我自己的TB就好了 是 不用花费时间去记 是 岩浮有想法 上路的二塔的血量很低 因为刚才被下午车转过一次的 你现在模式还没有做出来 你现在也是跌到了200层 还是有点 嗯 还需要再等他发育吧 插一下 就是点不掉 难受自己也不敢呀 嗯 万一吃到控制可能要死 是 到底这把还没做鞋子呢 那这把出水影起来会好一些 对一般要出出水影鞋 如果不做水影鞋的话 那就要出女妖 哎不过现在要抓紧发育啊 因为这个魔踪还比较远 但他先出独特之连 七蓝刀的装备 就是为了能够前冲击给你打架的 和平 但他这把没有拿到什么人头 而且补刀也是有点落后的 所以他的导致他的发育中央并不是很好 控制力是在什么 是先中了这个四五先锋 所以人站好位置 那让了 对 武器没踢的 就看你打完就算了 邀请想尝尝抢一下 想不到对方有惩戒的 武器带掉一个下路的一坛 对 但小龙盲色你过去先打了 做一个资源的指法 然后再打龙 龙也是换掉双方各自拿一条小龙 看一下 这把 这把是什么龙魂 海特斯科技龙魂 那这把确实不太好拖 嗯 这条龙旗还不错 因为他在这个版本是有加强嘛 加6%的一个攻击速度 然后技能提速 技能提速 推掉还是很难的 看一下这个 刚刚拿到的小五先锋 雷要放哪一边 而且 对于re来说 坏消息就是他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出巨蛇之牙 如果一直要出的话 不要扣他装备 但不出又拿这个卡码毫无办法 感觉只能让妖姬出一出 妖姬出一下尹燕对吧 破破盾 把我的上路带妖姬这边非常紧身 因为没有太多的视野上面去是黑的 兄弟们赶过来了 帮点了个针眼 大呼安全 看赵现这个峡谷前锋 诶 如果被捅到了 W没有过强 应该要等一下队友来接自己 轻武成装和队友会合 再聘中路是想放 峡谷前锋撞一下 应该是 放了 想把这个中塔给他推掉 BJ大招马上转好 能把先清掉吗 过来 想先留人 又是个冰女 被打了一套 但洛把大招给开了 对 冰女这个永双很关键 刚才直接阻断了对方追击的想法 妖姬出了个法穿鞋 那其实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他出法穿鞋 就意味着 他要去等队友去吸收冰女的技能 然后他才能打出一处 还不会 要拖一下艾伟的发育 要等魔宗两戒套才能打 这边过来 套了一个加速的护盾 没有能够大到 嗯 有闪现 但刚才自己的下落双人组里 自己的位置有点远嘛 所以就没有闪进去大刀 闪现也跟不上伤害 是的 那这个局势可能要稍微拖一会儿了 因为现在场面上是并没有太多的中立资源 能够拖到20分钟左右 要看一下下一条小龙 要看一下下一条小龙 而且进收线收的也非常稳健 我就在塔下挂嘴 我也不出去 对不对还亮个表情 这边野区其实有蛮多挨的假眼的带蓝缺 我两个人可能要被包啊 对 永双能控住 哎打不留也空了 不然间子标记到但也不敢上了 哦也不打算去闪现大招 这里还是很稳 因为他怕盲森把自己一脚踹开 就如果自己闪现过去一瞬间 然后盲森把自己踹开 把我过来 尴尬控住 但就是不叫大不着急 余震用过了 上路的防御塔可能马上要掉了 上路二塔掉了 那这一波拉扯好像把自己塔给拉扯没了 但对方确实对于蓝区的进攻 非常的执着 哎也是不停的牵扯对方 让对方看有没有可能犯失误 感觉冰女还是有点太稳健了 对面不交进了 他就不想去先手打招 还有可平 然后觉得刚才下路组合不在吧 是 ad不在 ad在的话可能能试一试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 可能得靠造性跟ad两个人去打输出 而且竟为了去处理对方 上面过两个半肉英雄 也是第二件直接出了大清语 多米尼克林主的制衣 哎这个阵容是不怕跟你拖的呀 是 哎这个阵容是可以跟你拖得起的 因为大话等到ez磨切做出来 他们这个双破过体系就成型了 妖姬和ez可以不断去蹭伤害 更不要说ez带的还是个先攻 Q你一下又痛 都能够拿到钱 定这个点很肥 只有健身 出了多米尼克 我都在打盲风和武器这种前排的英雄 最佳这个位置忙得很灵活 所以不怕你 两边都是在试探性的去进攻对方 并没有下死射 嗯 并都知道对方是有关键性技能的 这把其实 他们两边的阵容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的 哎呦 哎呦 要做现在时下依在非常流行那一套 那一套 就给王面了 王面了 像其实自己也有点肉组 而且也 小技能也有一些法器的加成 嗯 可以补AP伤害 那待会大招刮起来就很痛 某种快好了 还不会这一波可以接的 赵新口上来 反而自己被开了 雷可能要被秒 一脚踢回去 雷被秒了 赵新倒地的情况下 冰女进场了 给自己大招 要被对方直接围O了 交了块表 被压一下起身 起身没压住 但还是死 是 那正面 架巨也没有打出太高的伤害 赵新是直接被秒大招想象 都没有摁出来 从这时间到达21分钟 想直接拿大龙 对 武器拿小龙 兄弟们拿大龙 两个都要 而且武器有踢的 如果对方敢过来守的话 自己可以绕后踢 那实在熊怎么抉择呢 决定去防守一下小龙 那武器往后拉扯吃个果盘 是 及时止损 但是这两个人武器能一打二吗 反击方法跳起来 闪现约 敲住Ever 而往后拉开 有个闪的 但妖姿来了 两炮踩上来 射到对方AD 后续练到 没练出二段 但是阻止了对方 打小龙的一个企图 那大龙应该是有了 还好妖姿是在后面 闪现W才死了 几时止损 我大龙还是被LA文文的收入囊中 但是复活了赵新 可以回来继续打小龙 那这样好像显得 武器大师的阵亡有些没有意义 他刚才上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中单在身后 想去配合妖姿游人 开皇冠加速要硬流 有闪现的 还焦吗 链子 练出二段 焦个闪 挥避一下 二段踩上来继续跟进 落 还 但是被魏冲锋位移 石头人跑掉了 这一波赵新也开出了自己的大早 好处升天 但是RA依旧是可以进行一个中落和下入的直肢压线 毕竟有大户霸 但局势上面就很不利了 因为拿到大龙的情况下 对方可以利用EZ这个点和妖极的Poke 进行推进 不断的给你压力 而失败熊 这里 因为辅助是个软腹也不好开团 他们还是要等青钢眼来正面 配合逼你去开 破掉了中路的一塔和下路的二塔 这样其实正面可以继续打拉扯 造星叠一下三重爪击 但肯定是不敢捅上去的 在造星会卡尔玛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但是被消耗的很弹 给一个群盾 中路二塔要继续防守 上路武器已经带到高地了 这个中路二塔还防守吗 给了个睁眼 武器保护下自己 两个眼位 基本上把对方想要过来包夹的位置 全部看得到 那中路的二塔也是要给掉 虽然说武器没有大龙buff 但自己的队友可以用大龙buff 持续的在中路压制 到底想踩上来 想找辅助 伤害有点高 那卡尔玛必须得回家了 这个中路二塔得放 每个群盾撤退 现在手长的优势又提前出来了 这波可以挺是有闪的 如果再不去开团的话 肯定就来不及了 但是差不多 也要撤退了 是 这波其实已经赚很多了 再把野区稍微的清扫一下 就他现在开EV的话 就还能杀得掉 待会等EV的破碎王后之免出来 这EV可真的可以 回家 感觉我感觉有了 已经有了 有了有了 回家直接做出来了 再补了一个明朗靴 现在CD也拉满了 他现在开谁都不好开了 因为EV有破碎王后之免 而妖姬以及洛身上都有一个 妖姬坐金山了 对 洛有块表 带波能做拉满 上路武器和盲森都是有血手的 现在树带熊可以说是有点进退维护 现在主要青钢影的装备太差了 他不太敢上去开 他连死武都没有进去 很容易被秒 他连带线现在都要绕着武器走 武器这把一直对线优势呀 227到了 这把哥哥打得很好 而且树带熊的阵容 其实只能好逼你去打EV上海 那么相对应的2A也是 只要拼防住兵你就不够了 这把盲森可能就要把大招 拿在手里去防兵你的进场 或者防一下造性的进场也行 对 一角给对方踹开 青钢影也是一样 打一个防守反击就可以 那也可以通过洛的 金红关系去开团 选择的方式很多 不过好消息说带熊 毕竟有青钢影的一大招 如果他们能够抓住对方 落在那个机会 敲影大刀直接盖 对我的伤害肯定跟上 嗯 近是有远程捕伤害的能力的 对 而且 冰女也是可以用冰转 直接位移过来 捕伤控制 但很难开 外面一点事也都没有 是 留了一个蓝fuff区的一个真眼 而且R&A你可以看到 上面这些攻击都是抱团行动的 除了武器 EZ有闪有治疗 这么灵活 你很难抓他 来了 叶博 这不是个机会吗 想留的是辅助 被拉回来了 Dora应该是要死 抓了这块表 起立 能走吗 走不掉 但 开个辅助 大招用过了 那接下来EZ你没法开了 没事 他们就想现在杀人 然后拖一下时间 来 要继续一套 直接逼出对方大招 心里没大了 再打一套消耗 这台熊现在只要能守住自己的高地就好 R&A也是很着急的 他们在这里留了半天 等对方的高地的影子都没见到 嗯 可能还得 大家等一下中立资源了 是 确实不太好上 这个高地 不过通过慢慢的拉扯 双方的经济 是拉开了7000块钱的一个查局 我去继续单带 我们还要带 等一下 好 就这么多了 这一切 Nora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是在这里 因此 我们是在这里 踩到这里 还有 这一切 这些 这些 有 我们是在这一切 我们是在这一切 你是在四周堂关门。 他损了一篇啊! 能拒绝衫了大厨, 一組珠, 就需要瘟了。 包括这个有关的。 但是不是强小龙的, 我损了它小龙的死亡, 那就当你看到什么活着的, 在这场上。 甚至只能损挂了个落差, 让我们在场面。 双方各自两条小龙 可以再拖一条 现在这个大龙视野就很关键了 卡尔玛是用一个软斧做视野的话 一定要有打野陪同才行 哦 EZ也有水鱼系带了 交TP 这个位置 对方其实没有太多的视野的 给了一个远见改造 看到了 插了个睁眼 你现在猜一猜 我有没有在打 所以必须要过来看一眼 想蹲一下 蹲个有缘人 来了 请不及一步问啊 这是 已经在敲了 这两个上野 打是不太掉血的 这该从这里必须要过去了 妖姬一个人挺在前面 打得很快 已经半血了 他们已经没有远见改造 所以必须要用人过去看 直接开 开一个青钢影 先杀人 我直接秒掉了 妖姬 飞恶落的伤害 直接把对方上单给秒了 那大龙也有 还减缘的情况下 要退守了 赶紧 你群盾往后拉 是 反正这一波 虎大雄就很难再守了 然后 虎大雄必须找个人去看一眼 是 刚才他们也是把最后一个眼睛改造 用来看了第一波视野吗 那么后续 卡尔玛这个斧子的壁端就暴露出来了 自己一个软斧 就是站在队友身后 他根本就不敢往前去看 对 导致大龙那边视野一片黑 然后 一阶在外面稍微拉扯一下 队外行的重人根本就不敢过来 腰肌也有隐验了嘛 现在伤害也很高 上来 打一套 造星 直接被打出大招 回头酸 吃了一点伤害 他没有关系 回头想强行换 艾伯吗 艾伯想有点低 队友啊 残血了 但是俊佳赶紧摸过来 帮挡枪 反手拉一个大招 刮到对方进 进也是一个残血 但中路这边想强行开武器 武器大致开起反击风暴 往后拉扯一下时间 对方交TP出来 是冰女 但Bubble能跟得上吗 好像跟不上啊 对方可以大龙Bubble加强回球 两边也是拉扯到了极致 刚才伊豆悦耳 真的是一丝丝血 差一点就争亡了 过这边 把火断还 再多出了个水银戏袋 而且刚才青钢影 她在中路想要去留武器 可能是让配合自己的 打野照性进行一波击杀 只可惜冰女的TP 落得还是晚了一点 感觉现在冰女 不知道该大谁呢 大辅助但A就不太好 对所说的问题 只能找标击 而且对方上野 也是不仅有血手 甚至还有两个鸟表 挂在身上 对你把技能交给她 就太浪费了 洛甚至还出了一个水银时代 很夸张 水波 金虹过细 接圣诞登场 EQR 加魔影迷踪 直接秒掉 没办法 必须要有人过去看视野 伤害都溢出了 对 中路的高地防御塔 直径下一丝丝的一个 三分之一不到的血量 炮车 再输出 再点一下 应该直接要掉了 中路的高地爆破 想开 把兵线带过来 下路武器 也在带线 可以考虑是破两路 不开的话 其实就没机会 但是也不好开 现在两难的境地 下路的兵线也到了 其实兵线要开 真的应该早点开 等到对方把这种防御的保兵性 装备都做出来了 自己就很尴尬 现在药机开始消耗你血量了 还碰不到他 很烦 是两个炮车 兵里这也清不掉 很难受 好清兵啊 近还有手中的兵线 哎呦 雷扛不住了 赵信 这位打出大招 你再刮了一个大 刮到虎柱 虽然招了一个皇冠 但下路的高地塔 好像要被点掉了 要被破两路 两路 甚至武器还可以提避到上路 把上路兵线带过来 考虑破三路 但是他们好像是想一波 门牙塔了 对 青岗影要开吗 想开EZ 艾波直接跳走 闪现直接控 妖极妖极很快 手速直接摁出精神 武器进场 直接吃控制 同时巴伯没技能了 打出血手 莫继续吃了一套伤害 往前往后拉得出来 后续EZ输出环境非常的好 燕子又练到对方妖极 妖极想要往前去打输出 没有机会 但进这么拿到一个终结 那 后续冰女拉走了之后 艾波还有机会操作 这方闪现 想通通角形调起来 但EZ还能往后拉扯 但这波被逼到脸上 应该拉扯不了了 再一个奥水圈往后拉走 一个直立华带 变小流 换了一个卡尔玛 但自己 也是倒地 是 刚才他们打得很漂亮 就是 他们先是用冰女 先来看一下这波妖极 似乎是要一人 能能 偷一个 算了 走掉了 刚才他们很漂亮的 也就在于 冰女先把妖极的一个金身 给逼出来了 然后后续秦高颖 直接盖大招 导致妖极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打出输出 然后后续进的位置 都非常好 她的完美泄目的两发子弹 直接收掉两人头 来看一下这一波 妖极反应是很快的 直接摁了金身 冰女已经上得很果断了 对 但是你看这里 妖极只能想到往后拉 没有把握什么伤害 冰女又是用金身 拓延了时间 然后进的这个速度环境 没有人来干扰她 走下角是 初代雄拿到了 一条小龙 这个进是把伤害打满了 我觉得第一波进场伤害 如果没有能够秒掉 对方的前排的话 确守一触发 他确实一堆拉扯的空间也不足 对 这里一堆也是尽力了 嗯 还不会尽力在反打了 盲是也想卡一个 但没想到两个阵眼插在这个草桶里面 但卡马还比较脆 吗 被换掉了 现在还是要整个地图的东西资源 在进马上要神装了 武刀机进来一套 直接把虎股打成个残血 但自己吃了一发 中文化财被碰住 往后拉走 有兄弟帮挡枪没关系 但是对方在玩上路的兵线 轻进去 现在世代熊还是有很大的兵线压力 中路和下路超级兵 走在往对方 走在往自己的塔下出送 你在拉这个大招 没拉到 但是奥数月前来打伤害了 中路的工程兵马上进来 给到了蛮大的压力 但上路兵线 其实对方进的也很快 虎肖也并没有想要把第二路 高阶就这么轻易放出去 而且伊杰的这个破装 然后支点让对方很头疼 可以看到说在这里 手都比较偏短 除了进的致命滑 致命滑踩之外 没有什么技能能够去打到伊杰 破不了他身上的盾 伊杰已经神装了 是 又是一条大楼 远镜改刀看到 这部大龙是不是要决一个胜负呢 对方要赶紧赶过来 西部华再控一下 想先找妖姬 但是正面这个龙马上要打完了 赵姬把刀开了起来 不敢进 妖姬这边被留住了 妖姬能走掉吗 吃到寒冰林木 很自得要死 伤害打满 洛也被禁收掉了 龙桶里面赵姬 拿到了这条大龙 后续要把对方人全部逼走 俊佳一条踹走 但是自己能走掉吗 打得出了血手 同时伊杰在操作 家里面工程兵在打门牙塔 但是兵女回去了 有大龙buff的加持 这个门牙塔应该掉不了 对 这里还是可以手一波的 诶 能打掉吗 打不掉 门牙塔可以慢慢回血的 哇 照姓拿到了这条大龙 而且还有听牌龙的优势 舒戴熊 感觉 跑起来了 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拿到这条 特技龙魂 一只感觉现在伤害也不太够了 回去把晴朗鞋 换成了副甲鞋 换成铁板靴 最后妖姬被逮了 妖姬跟兄弟们大部队不是一起的 想封一下对方时间 但是这一波 看一下多少的血量 动展电视标记到 你再 q 了一下910 直接被逞下来应该谁再 a 了一下伤害真好 拼成没拼过 而且全队还加了一个战略点选赏的一个赏金 发财了呀 这个经济一下子就追到了三千块来现在的一个差距 很难受了 现在 这把局面不好说了 如果让对方拿到海克斯科技龙魂的话 正面团战就没有那么好打了 让对方拖住了 而且卡马有拉扯的机会 金刚一想开 开谁 另外一边还是想找妖姬 妖姬走掉了 正面一脚先踢走对方兵女 这个位置拉扯的很好 EZ是个完美的拉扯空间 先收到对方照性 再往前开 打住血手 武器大致吃了成真的伤害 志明华才定到 但是对方教了个精神 妖姬再往前踩 收到对方兵女 兵女这个位置也被EZ击杀 那卡马也倒地的情况下 没有拉扯的机会了 两段踩上来能不能留住 这个劲 劲的一速还很快的 这些武器回家 应该是要TP出来 对方现在已经没有高地塔 可以考虑从中路过去 直接一波 毕竟现在时间仅到达 37分钟 复活时间特别长 只有静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守线的 应该是一波了 这个正面战场 叶博感觉开得有点着急了 那个位置其实没有太多视野 有点找不到对方EZ的位置 主要是说在手中阵型分割了 刚才静和兵女 第一时间不在正面 赵姬被打了一个先手 被逼无奈在那个位置 交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苗表 直接上来晕到 就直接被击杀 竟在上一波团战 你把自己的双招全部都用掉 就得整个含恨倒地 那么还是恭喜IA 拿到了自己的首胜 恭喜IA获得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还是有一些些惊险的 因为打到中后期 其实正面拉扯上面 舒戴雄也是做得非常好 好几波没有让对方 直接把高地推下来 或者说是在高地攻凡战当中 他们是不停地拉扯 但最终通过一波 有点心急的开团 把抓住了对方的失误 最后把比赛给赢了下来 是 最后一波团战 可以说是差着耗力 是这千里 但是